一星期一本书 不敢表露不满 他们太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别人的要求 不懂得如何拒绝 为迎合别人 事事有求必应 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 就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许 殊不知 你人再好 又有什么用呢 你人再好 也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你 年轻时我们总以为 只要自己真心对别人好 就一定会受到别人真心的回馈 所以呢 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去付出 为满足别人的需求 经常委屈自己 一再忍让 可是经历得越多 才越明白 你人再好 也没有用 总会有讨厌你的人 无论我们怎么迎合 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得到每一个人的喜欢 父子骑驴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父子俩领着一头驴进城 父亲骑驴时被人说狠心 换儿子骑驴被人说不孝 两个人一起骑驴 又被人说对驴残忍 于是两个人只好都不骑 牵着驴走 却依旧被人指责 说他们蠢 你看生活就是如此 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不管你做得有多好 也会有人指责你 即使你想得再周全 也会有人反驳你 一个人再好 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有些人就算你处处为他着想 他照样看不惯你 有些人 哪怕你试试为他考虑 他照样挑你毛病 你好不好 总有人误解你 你真不真 总有人不灵情 都说人这辈子 做人难 做一个好人更难 想让每个人都对你满意 可谓是难如登天 毕竟一千个人的眼里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看过奇葩说的话呢 大家一定会对马薇薇有印象 他一向以强势示人 却曾在节目当中 提及自己的心路历程时 善然泪下 他表示曾经一度地迷失自己 因为无论他怎么做 都总会有人对他不满 第一季 被网友朝他面相刻薄 言语尖锐 于是在第二季 马薇薇转变自己犀利的辩论风格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温柔些 可是网友们依旧不满意 说他没有锋芒 状态差 为了满足网友的期许 马薇薇再次迎合他们的想法 改变辩论风格 然而 网友又因此指责他功力心强 一点也不真诚 不管马薇薇怎么改变自己 网友依然不买账 反而质问他 马薇薇 你怎么变得不像自己了 这世上人有千万种 你人再好 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你再优秀 遇到讨厌你的人 也会说你的不是 你再真诚 遇到虚伪的人 也会议论你的言行 你再真心实意对人好 遇到不珍惜你的人 照样会 无视你的付出 不懂你的人 必然会 看不惯你 对你指指点点 懂你的人 自然会理解你 回应你的 真诚和善意 以前的我呢 很天真 相信 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 就能够赢得 别人的赞许 现在的我 看开了 不再顾及 所有人的感受 别人的看法 我不在乎 世界何其之大 有人喜欢你 就会有人不喜欢你 有人羡慕你 必然也会有人眼红你 既然如此 有何必要在意 别人的看法呢 我们都是普通人 做不到能够 让每个人都喜欢 也做不到 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网上看到过 这样的一个提问 说 如何才能过好 这一生呢 有一个回答 特别好 到了一定年纪 总要学会和 周遭的一切 和平相处 烂事 该放就放 不要一直惦记 不合适的人 补合就散 不要一味地 迎合别人的看法 而忽略 自己的意愿 是的呀 这个世上 有太多不能进入 人意的事情了 我们不要因为 那些闲言碎语 让自己左右为难 正所谓 羊羹虽美 中口难调 一道菜 再好吃 也无法满足 全部人的口味 一杯茶 再唇香 也不可能让 所有人都夸赞 人意是如此 你人再好 也没有用 不可能让 所有人满意 不珍惜你的人 你对他再好 也没有用 他只会觉得 理所当然 憎恶你的人 你对他再好 也是白费 他只会觉得 你虚伪 人这辈子 走过半生 终于懂得 生活 终究是自己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多少人 值得我们 委屈自己 去迁就 有时候 不是你对他好 他就会懂得 你的良口用心 不是你处处 为他考虑 他就会懂得 回报你的真心 如此这般 牺牲自己 去满足别人 往往会让自己 活得很痛苦 人活着 归根结底 自己过得开心 才是最重要 人生在世 不求人人满意 但求问心 无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文月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记得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是在文章底部 留言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